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早晚想把划分是一个基本功务啊 各位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基本功务 所以呢 对我们来讲 它还是一个必须要掌握的东西 但是 你们可能 你们之后能忘掉 可以吧 我没意见 能把它忘掉 但是学的时候你要搞明白 听懂吧 但是你要把它的原理记下来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自然的话 OK 好 那我们回过头简单回顾一下 我们昨天其实讲的东西 这个七层写酒我不再多说了 我要求你们把那些 就那个表格给我背下 OK 背了吗 背了吧 好吧 然后呢 那个IP的这个地方 多说一句 IP是32位的 原因知道了吗 为什么是32位 啊 IP是为什么是32位的 哎 哎 哎 咯 我们把包头是不是都拆过了 啊 在包头里面是不是表示 哇塞 这一大堆这一堆 在包头里面是不是表示地址的 就32位 它就运游有多 是吧 咯 那也就是说 在设计之初 是不是就已经规定了 你们现在能用的 是不是只能使用 听懂了 我说你们啊 对吧 所以啊 IP地址是32位的 没问题 没问题 没有 没有 多一个 这是啥 啊 那么 所以 32位的不好记 我们人为的是把它从 这个 这个分成了四组 每组是八类 那这样的话 换算成十进制 它是不是就是从0.0.0到25.25.25 对吧 对 这是我们所有可用IP 但是所有IP都可用吗 不是的 而是什么 我们人为是不是做了个分类 人为是不是做了一下分类 好吗 他是不是把我们IP地址设计 这是人为分类的 也就是说 规定好啊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记下来 没有道路特别 这是没有原因的 OK 就是 就是我们就相当于设了个规章制度 早上八点半要上课 为什么早上八点半要上课 不知道 反正就八点半必须来 对吧 规章制度 那 这种情况下 我们分为了A B C D E五类 没错吧 其中我说 E类和D类是不能使用的 OK 其实我讲的时候 我说 A类是零开导 对吧 B类是10开导 C类是110 其实你们要背的是这个 OK 把这个背下来 以后 只要看见一个IP 它的第一个位置的这个数值 在这个范围之内 它就是B类 在这个范围之内 它就是C类 能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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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知道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回来看这个 好了 说 IP地址是由网络位和主机位组成 什么意思 如果对192这个网络来讲 那么 这三个数 发生变化 前三个数 任何一个数变化 任何一个数变化 代表它是不同网段当中的IP OK 那你说 192-108-0 和192-108-1 和192-108-1 就不是一个网段 它们之间需要通过 入游器来做数据转化 能听到 而 这个数变化 代表它是 同一个网络位当中的 不同的主机 它们只要通过交换机 就能进行数据转化 能听到我的说明吗 好了 好 那各位 这里啊 说一下 A位和B位 还有C位地址的 网络位和主机位 不同 不一样 那什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 哎 我这个后台这是个啥 那我这是个啥 好吧 卡死了一个 这个镜头 那我说一下 各位 对A位来讲 这一次 网络的 而 这是 主机位 啥意思 也就是说 只有这个数发生变化 代表不同的网络 而后面这三个数 随便变 它代表同一个网络当中的 不同计算机 也就是说 A位 A位 只有 126个网络 而 每个网络 这些 A位 网络数 数 那么 主机数 它拥有 2 24次方个 也就是 2 24次方个 然后呢 它要 减2 各位 另外 任何一个网络都有两个IP不能用 第一 一个IP是这个网络的第一个IP 比如说 我们的192.168.0.0 这个IP就不能用 它代表当前这个网络本身 我们把它叫做网络机制 这个机制不能分别 OK 还有一个机制呢 就是 这个网络的最后一个机制 也就是 1.2.168.0.25 我们把它叫做广播机制 它代表 如果给这个机制发信 它会给网络当中所有的IP机制 发送信息 明白了 OK 那 所以 它是不是也要减掉两个 那 2.24次方是多少吗 算一下 1667万左右 但是多少吗 2.24次方 1600 1600 没掉 每天都是充钱 好 好 那么 1677万 对吧 1677万 多少 7216 16 但是 它还要干嘛 减2吧 那就是 16777214 每个网络有这么多主题 OK OK 然后呢 币类呢 币类不是 币类是什么 前两个数变化 代表 不同的网络 而后两个数变化 代表 一个网络当中 不同的主题 永生网络说什么 那好 那我问你 那对币类来讲 它有多少网络 网络 2个多少 2个16次方 2个16次方 2个14次方 2个14次方 为什么 为什么是2个14次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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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强制规定了 这两个 为什么不能变 嗯 啊 能变的是不是 这是后面剩6倍 嗯 再加这一个86 对 能看到啊 多少 14次方 啊 那这个是几个 应该是2个7次方 啊 你们俩能说什么 网络数是多少 2个7次方 OK 啊 当我们强制性的是 把这个网络提出来 所以是不是就变成 只能机叫126吧 2个7次方是多少 127吧 是不是127 没错吧 不是 其中128 对吧 118 诶 2个7次方多少 2个 128 对吧 128 128当中呢 0是不能用 啊 0是不能用 那 127是不是就被我们提出来 所以是不是能用了 只有1个16 明白了的说是吗 嗯 但是这应该是什么 10是不能变 啊 能变得是后六位再加这8类 没错吧 所以是多少 2到14次方 多少 2到14次方 1000 16384 网络 那主基数呢 嗯 对并列来讲是 2到16次方的主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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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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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主金数是2的8次方-2 2的8次方-2多少 256-2多少 254 能看到吗 各位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道理和讲 它是其实有道理有讲 我们先过你先过记下来 它是这个网络和主机位有这样匡分 能看到 它是用来表示不同的主机变化 是不是代表不同的这个绑段 还是不同的结算机 对吧 有没有用去 会算了吧 会算了吧 知道我这个221次方哪来的吗 知道吧 这是5位吧 再加后面的16位吧 最终是吧21位 好的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原因 为什么这些东西变化 它就是网络和主机 对A类来讲 只有这两个变化 它就是网络和主机 后面的变化 它有一个网络和主机 各位 其实这跟A类地址没关系 这跟A类地址没关系 就是说 为什么A类是前7位 8位是网络地址 而B类是前16位 当然更加是不是有2位更不变 C类是不是前24位 当然有3位是不能变 代表网络 而后面是不是代表主机 其实跟IP地址没关系 跟IP地址一分前关系 都没有 原因是子网研码 原因是子网研码 什么意思 我们A类的标配子网研码是多少 E4标配子网码哪是 E5标配子网码哪是 212啊 adem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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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d 它是3个255 好了 各位 各位 也就是说 IP 禁止其实不能决定 谁是网络位 谁是主席位 而是由子网连码决定 那也就是说 如果子网连码是1 看 25 换圈针 二进制是全是1 那放下来就是多少 12345678 12345678 OK 只要子网连码是1 那么 跟它相对应的IP地址变化 代表不同的网段 如果子网连码是0 那么 跟它对应的IP地址变化 代表同一个网段当中不同的主体 也就是说 各位 IP地址和子网连码 坚决不能拿出来单独使用 我放到这儿 你给我给个IP 在这里我所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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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告诉我 这个东西是一个 一个网段当中有1600多万个主机 1677万个主机 不对 不对 它必须要跟它的标准子网连码采决 原因是 子网连码是用来决定 这个网段哪一个IP地址位数 是网段 哪一个位数是主机 听懂我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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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 换句话说 闹着问题 这是一个AV地址 没问题吧 它是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啊 那我能给它配一个C6的子网连码吗 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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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假设这是一个C6的地址 我们现在的地址 我现在加 我现在配置的地址是什么 122-168-216-251 OK 我能给它配一个A6的子网连码吗 不行 嗯 嗯 我们试试 各位 温动词的好处是 它给你限制的非常死 啥意思 只能符合要求的时候才能生效 我昨天是不是演示了 我在这块写224才能报话 啊 那好 我现在这里如果给你写成这样的字网 你们看一下 确定 可以吗 确定了吗 确定了吗 啊 已经确定了 那一步确定完就可以了吗 OK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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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行 我再说 我再说 对子网连码来讲 没有说是 必须给A类和B类 大概一分之后你们都断了 因为我们两个 我们之间的网段发生病了 OK OK 你看 你们IP网了 看到了吗 但是我生效了 能听到我的说法吗 其实是能连回去的 不是 我们现在是在同一个网段当中 我们就在同一个网段当中 只是我的网段数比你大 我的每个网段当中的主机数比你大 待会再解释 先不说这个 我们先说 我就问你可不可以 那换句话说 说回来 也就是说 这子网的原码来起来 它没有说 A类只能配一个二五三个零 C类只能配三二五一个零 没有了 没有这么意思吧 看到了吗 连过来了吗 跟你们连上了吗 要不然你们怎么能看得见 没错吧 刚刚断片的原因是 我刚刚把它改二四 它直接一跳 然后自动变成二三了 没注意 看到了吗 IP网段还是不在一块了 啊 能听到人说的吗 啊 那我现在问你 我现在问你 那我现在问你